如果你带领国足打进世界杯 那到底能挣多少钱 出发比赛前 国际足联就会奖励给全队150万美金的差旅费 机票时速全都报销 比赛开始后 三场小组再提完 无论输赢 国足都将收到900万人民币的奖金 如果小组出现打进了16强 那能再多拿400万 16进8 你用一粒点球淘汰了英格兰队 那么奖金再会加400万 8强战面对上届亚军法国队 运气爆棚的你 打进了一粒头球 率队请进4强 奖金也会彻底翻倍 打进4强后 根据规定 从第四名到冠军分别是800万 1000万 1300万和2500万 假如全队都如有神助 先是半决在淘汰欧洲杯冠军西班牙队 紧接着决在决杀梅西率领的阿根廷 那么奖金总数 就会高达4200万美金 尽管这钱需要全队和足协一起划分 但带领国足赢得世界杯冠军 保准你回国后迎娶白富美 彻底走向人生巅峰 听我分析完 咱们的国足球员 是否更有动力打进世界杯了呢